东山南新村环保回收站成立七年来 环保志工每个月有两个星期日都会做资源回收工作 还将变卖所得一点一滴存下来 作为村内急难贫困救助使用 而今年累积有22万多元 现在接近过年 回收站利用了部分收入 发给29户的中低收入户和竞品家庭 每户3000元的红包 响应了环保兼做工艺 到了两周一次资源回收的日子 南新村环保志工分工合作 把再回来回收站的纸类 瓶瓶罐罐一一分类 再全部打包好 准备拿去变卖 垃圾变黄金 一年下来回收站存了22万多元 而且也连续多年都利用这笔钱 再过年前发红包给村内中低收入户和边缘户 平时如果有贫困家庭需要 也会给予急难救助 把两个都去拿来 拿来加菜就对了 不是说加菜 所有贵是吃是比较没问题 现在吃是比较没问题 我们这个收费比较重要 收费比较重要 有啊 还有两三个孙子都在 一个国中的两个都在国家 对啊 不做零用钱啊 对啦 我们今年做这个回收 差不多22万 2778块 我们做这个 是 第二礼拜到第四礼拜 才有做回收 像这个回收的钱 上午这个家庭比较 还有这个关怀这 关怀这就是人 那我们这次有放29包 那这包都三千块了 志工从一开始的十几人 越做人数越多 而且现在已经有许多村民 都会主动把回收物留给回收站 做环保也响应了爱心 宜兰宣记者黄竹汉 曾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